卢女士提供了照片 车位边角有好几块黑色的印记 她的车位在角落里 正对着单元楼出口 买来有两三年了 那么从我买了这个车位之后 就是没几天 我第一次发现 就是保洁人员 在我的这个车屁股后面 在这个沟里面拉小便 我是女的 她保洁人员是一个男的 我都不好意思走上前 所以这个事情 我就反馈给管家了 那么就后面 就是陆陆续续就困扰我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动物的小便 经常在这里 都是靠这个墙边上都是有的 卢女士说 地下车库时常有业主遛狗 采访时 从单元楼门口 到卢女士车位这段路的墙边 能看到不少黄色和黑色的污渍 卢女士表示 从2022年开始 她就向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 她说监控查不到 我说那么你 如果说我跟你反映过很多次的话 你监控查不到 你是不是要装监控 监控查 装不了 装了之后 这个小区里面这么多个车位 你装了 别人也要装 不能装 就是这样子回复给我的 那每次呢都是说 我们加强巡逻 你反馈一次 就给你打扫一次 那我说靠你们这样子来打扫 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看卢女士车位附近的监控设置 最近的一个监控 只能照到车头位置 而她经常发现 宠物粪便的角落 则是一个监控死角 卢女士给记者看了一段视频 说是踩到粪便后太生气 又联系不上物业工作人员 就把鞋子扔在了物业办公室门口 物业经理给我回的电话 反正就是说的处理的方案 就是他今天他们会去查监控 那么这个他再看一下 这个监控能不能调整 他说鞋子他派 他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擦干净了 我说那你擦干净 这不是解决根本 你们是助长他们 我不需要你们来帮我擦干净 这个通知是什么时候贴的 这个通知是今天早上 就是因为我昨天网上查到狗死了 说到这个问题 今天早上才来贴这个宣传的 在卢女士车位内侧的墙上 有一张A4纸大小的 文明养犬的温馨提醒 第三条写着 请勿让狗在公共区域排泄 接着看了看附近的车位 没有看见类似的通知提醒 贴在这里就是要跟人家看不到 也不会关注到 这么密密麻麻的 这么小几个字 人家不会来看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 这种不文明养狗的 这张监控要找到这个人去谴责他 卢女士觉得物业有责任 多安排一些监控 不应该让自己的车位成为死角 这个小区确实有一种遛狗的 有的不穿石 还有的就是说 这个很多遛狗确实不注意 他们没有带那个东西 在车库里面确实也会有 当时的话我们发现了 也会及时去打扫 红色的纸贴的是今天 对是今天贴的 是的 监控上所有的小区里面监控 全部照到公共区域 没有哪一个监控署 照在某一个人的车位上 主管道上可能说 能附带照到车位上 可能知道 有些地方它是照不到的 这位主管表示 物业不方便单独为卢女士 增设监控 如果要统一增加小区监控 流程会很长 卢女士决定先自行安装一个 对着自己车位的监控 并且贴一些醒目的提醒 物业主管表示 会配合卢女士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237 22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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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